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呼籲西方警告俄羅斯 不要炸毀一座會沿沒烏克蘭南部大片地區的大壩 因為他的部隊準備在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戰役之一中 將莫斯科的軍隊從克爾松趕出 扎蓮斯基在星期四晚間的電視講話中說 俄羅斯軍隊在巨大的新星卡霍夫卡壩內放置了炸藥 該大壩阻擋了一個佔據烏克蘭南部大部分地區的巨大水庫 並計劃將其炸毀以掩護他們的撤退 俄羅斯本州早點指責基呼計劃用火箭發射大壩 俄羅斯駐烏克蘭部隊指揮官蘇羅維表示 烏克蘭部隊已經使用美國提供的HiMars導彈對其進行攻擊 烏克蘭官員稱這是莫斯科可能計劃炸毀它並指責基呼的跡象 雙方都沒有拿出證據來支持他們的指控 對大壩的破壞還將破壞灌蓋烏克蘭南部的運河系統 包括莫斯科在2014年佔領的克里米亞 扎蓮斯基呼籲世界各國領導人明確表示 炸毀大壩的處理方式和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完全相同 如果俄羅斯使用核武器或化學武器 其後果和受到威脅的後果相似 來自然的機器 搭配品 推到最終的 所以現在出現了 出現了 製造機器 出現了